这是我见过城府最深的公主 表面上人畜无害呆萌可爱 背地里却和自己的二兄长 有着不可言说的勾当 这还远远没完 雅尔贝德都对公主刮目相看 认为她肉体是人类 但精神无疑是异形种 这天公主像往常一样 在孤儿院给孩子讲故事 很快到了返回王宫的时间 坐上马车 公主有意想套出提娜和伊比鲁爱的 绝学技能是什么 提娜一口拒绝回答 而伊比鲁爱凑到公主耳前 这一嗓子公主 非一旦没生气 反而把话题 转移到了自己的护卫克莱姆身上 引得克莱姆一阵脸红 几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老骨身上 身为小迷妹的伊比鲁爱 一提到古王 更是激动不已 马车很快行驶到了王宫 二王子得知公主回来后 更是亲自迎接 两人各自心怀鬼胎聊着事情 这时士兵来暴摩岛国的外交使节团即将到来 二王子立马吩咐士兵派人去迎接 士兵走后 二王子又对公主说道 老骨的外交使节团很快到来 而这次的使节团团长 不是别人 正是魅魔之耻雅尔贝德 二王子立马吩咐士兵派人